那我們來吃吃看稍微烤過的水晶小卷呢 大家好 我是偷偷 我們現在人在澎湖這裡了啦 然後在我們身旁的這家是 我們剛稍早5點半的時候 他開門場我們來 結果誰知道他們今天有兩大團的遊覽車包場了 所以我們弄到現在7點半才再來吃他 而且他這家店我覺得有很大特點是 他是邊緣人有善店 我們在澎湖這個離島 一個人吃烤肉 一個人享有一整桌 然後還有那個烤爐 一樣也是520元 不會加說開爐費 或是邊緣人懲罰費 我覺得這個是蠻吸引我的地方 你不覺得這就是來澎湖的魅力嗎 不過OK啦 那等一下我們就進去一起體驗他的表現 會是如何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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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裡 這邊好熱喔 不過OK啦我們剛入場時 已經有先付錢了 那我們先去拿點食材 回來料理吧 去拿點食材 … OK啦各位 那我已经拿完第一回的食材回来了 只不过啊 我们才拿食材而已 我就满身大汗 我是觉得这个用餐环境感觉就是 通通没有这么的好了 不够OK啦 它今天这个火力真的是非常的足够耶 我们先从这个烤肉吃起来 鸡腰一下 它的这个猪肉本身就腌制过的味道了 我们的蚵仔应该也差不多哦 它这种螃蟹用烤的味道很香耶 整个螃蟹的鲜味都浓去在这个壳里面了 好浓郁的味道哦 它今天这个螃蟹有新鲜耶 我觉得等一下应该可以多拿几只回来烤 来吧 蟹肉棒 白虾 白虾 我是觉得说虽然我们在澎湖啊 只不过它这个白虾吃起来感觉就没有 那我们接下来吃吃看刚刚烤的鱼了 今天它提供的鱼肉是新鲜的 而且我们刚刚夹的时候 它眼睛看得出来是有透明状的 我觉得这个鱼啊 比较适合谁整只拿起来啃 我是觉得说今天我们来到这边啊 你不用懂这个是什么鱼 把它烤手吃掉就对了 哦 各位 真的 吃到现在好热哦 我的天啊 我觉得我们刚拿了哇沙比酱油 应该可以拍上用场的 这个小卷我们刚夹的时候 它的眼睛就有点乌乌的了 我觉得说我们沾一点哇沙比酱油 应该可以盖掉一些它原本的味道了 虽然说在蚵仔我们烤到非常非常的熟 可是比起吃到有一点深深的味道来说 我觉得熟一点我吃得比较开心 哦 它这个味道非常的浓郁耶 哈哈哈 OK啦各位 我们已经吃完第一回合的东西了 我们等等再去拿点东西 回来烤吧 好 OK啦各位 那我們這回合喔 我們拿了一個超巨大的臭度耶 哇 你們有看到嗎 呵呵呵 喔 欸這個很大隻耶 這回合我們拿了很多肉 那個請吃點雞腰的啊 嗯 接下來是棒棒腿的部分呢 它是棒棒腿經過醃製後 然後這種炭果醬烤出來的味道很香耶 只是在烤肉裡 我非常怕這個食材這麼裝熟啊 呵呵呵 Oh No 我覺得這一隻棒棒腿烤剛剛好啊 咬下去的時候裡面還冒出熱煙啊 這隻棒給你吃 一人一包 這什麼啊 對啊這水雞腳管啊 很有名的 這可以吃啊 哇塞 餅乾淨 夠本的啦 那個什麼 螃蟹 那個沙蟹 嘿嘿嘿 謝謝謝謝 好啊 我看一下照片看 這是澎湖的水雞腳管 喔 剛出 來水雞腳管 水雞腳管 我們還是把它烤熱一點好了 它這裡面都還是解凍的狀態 哈哈 哇 我覺得今天來到這邊就是要一直吃這些 這些新鮮的魚啊 不是開了是熟了 它熟的話你不開起來啊 如果你覺得它還不夠熟的話 就再放上去 很燙的感覺 你手不會燙喔 不會啊我們從小習慣喔 哦 敲 它等一下就起來了 哦 哦 謝謝 各位啊 說真的來到澎湖啊 我真的是有感受到 在地人真的是熱情的 人真的都很不錯耶 哇 完蛋了 各位啊它這個臭度他們並沒有事先把肚子清乾淨啊 所以我們在烤的時候它那個肚子裡面的湯汁直接破掉了 流滿了整隻魚都是那個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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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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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吃吃看稍微烤過的水晶小卷呢 我們來吃吃看稍微烤過的水晶小卷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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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薄喝口 说真的今天除了那些鲜鱼之外 其实就是这些螃蟹 真的是让人难以忘怀 来吧 蟹棒了 那我们已经吃完第二回合的东西了 只不过刚刚我有先去后台问一下他们现在还没有炭火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最后的两三桌的客人了 他们已经没有准备炭火了 不过也OK啦 就是为了我们这桌特地再弄一个炉灶起来真的是 我会不好意思啊 不然等一下我们就去吃一下他现场的鱼肉饭好了 我们来甜甜肚子吧 白饭吃到饱 白饭吃到饱 你不要打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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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啦不用啦 这样就够了 你不要打得完 露马饭 喂 它這個滷肉肥瘦肥瘦的 但是說它的醬汁有一種很濃厚的甜味 不過可惜的地方是說 它這個飯到後面都已經乾掉了 所以吃起來你會特別有顆粒的感覺 不過沒關係啦 我覺得今天店家光是讓我們可以慢慢的烤 慢慢的享受烤肉的感覺 我覺得就已經很棒了 尤其是今天我們一個人 也是一桌這樣子520元而已 它沒有額外收任何費用 雖然說澎湖它跟台灣連接最近的地方 就是台南跟嘉義啦 那邊的飲食習慣就是我們熟悉的 有點甜 那種感覺 不過我們等等再去拿一碗滷肉飯好了 真的真的 白飯嗎 白飯麻煩你了 蛤? 我吃完 我吃完啦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吃完一斤你吃完料 我...我吃... 這個滷肉飯有溫馨的啦 真好吃喔 那因為它就像我講的溫馨的味道啊 那會有... 那會有... 我讓你教責各位 我們成功把白飯給搶救回來啦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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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滷肉飯 嗯... 嗯... 欸... 那我们已经吃完所有东西了 等一下我们就出去外面做结尾吧 OK啊各位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我们今晚下榻的民宿了 还有说我一回来 我就直接先去洗个澡灌洗一下 不然说我们今天坐在那边一整个晚上真的是 你们知道烧烤跟炭烤的差别吗 烧烤的话就可能像是我们之前在宜蘭吃到的艾滋味那样子 就是下面接个瓦斯鲁 这样子烤肉 可是今天来到这边 我们一个人 520元 也不会多收钱 就让你可以有一个炭火的炉子 一直烤 然后火不够 他还可以帮你继续加炭 我真的是觉得这样子老板 没问题吗 至于他食材的部分 我是觉得说他的海鲜那个鱼啊 那个蟹啊 真的是太符合我对于澎湖海鲜的期待 而且今天重点是这个价格说真的光吃这些东西你就很满足了啦 只不过如果你是像我们一个人来这边吃的话你真的要注意了因为一个人吃这种 炭烤烧烤类的东西 真的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忙 但是如果你跟我说今天要我们再花500多元回来这边吃的话 我OK吗 如果今天我是来澎湖这边旅游 甚至我就住在澎湖的话 要来这边吃 当然OK啊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我们从台湾那边 坐飞机过来这边吃的话 那真的先大可不必的 好不好 那各位看到这边 如果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看到就去回复啦 还有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或是超级感谢共同支持我们喔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这孩子扮演了吃与被吃的角色 大家好